我们这趟旅行的目的地 Memos雪山已经是近在眼前了 终于能够隐隐约约看到雪山的面貌 随天相见的这趟就是我们今天目的地Memos 我在正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雪山 太美了 前面是雪山 下面是一个温泉 然后一个人都没有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野生温泉 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去泡一下 走了走了快快 我们入住酒店的时候想 那可能会有游泳池什么的 所以正好带着泳库 来着来了一趟大老远 不下个水真的说不过去 还有鱼 我看有鱼了 游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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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一个游的 太冷了 往前那里该是温的 这个地方呢 水温大概在七八十度左右 然后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 那边是可以下水的 但是到了这块地方 大家看 已经开始冒烟了 这个地方 能游吗 这个地方温度刚刚好 泡脚perfect 然后整体温度有一点偏高 但是泡脚没有问题 你把脚放上去 你把脚放上去 我来了啊 赶紧呢 泡脚没有问题 然后温度有一点高 很舒服的 那边的雪山 那边小溪 人间先进了 哈哈哈哈 我的正后方呢 就是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地 Mamos滑雪场 然后呢山上现在 可以看到远方的 还在下着大雪 整个路面已经全部结冰了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我现在在的位置 大概的海拔在七千尺 大概是两千米 但是这个高度呢 实际上 你一路走的话 还是会感觉到有气喘的感觉 然后那个地方呢 已经是Mamos的一个 最大的缆车中心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先进到这边 去住装备 走 Can we get two beginners and one day auto yeah thanks Something smaller Thank you 上缆车了 你能明显感觉到 到了这个高度以后 人是有一点微喘的 在讲话呢 要分段式的来讲 然后 Mamos 是整个美西这一块 应该算是最高的山之一 它有全世界最顶级的滑雪场 光用肉眼看得见的滑雪道 就有二十几条 这是我经历过 基本上是滑雪道最多的滑雪场 我们现在基本上到山顶了 然后 一会呢 三下见 出 Woo You guys made it Hey what's up 又见面了 好了 学长现在开始下去大雪了 然后 天色也已经晚了 我们这趟 我们这趟滑雪之旅呢 基本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有晚餐没有吃 在这种大雪的日子 吃什么最爽呢 唯有火锅可以解忧 我们要用一顿火锅 来解决现在肠胃记录的问题 最开心的就是 滑雪 累了之后 有一顿火锅下毒 我们一落滑雪之后 来到 洛杉矶最著名的火锅店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 洛杉矶的火锅找什么样子 整整两天的时间 就为了等这一步 多开心 才会有一样的火锅 雀里面的火锅 雀里面的火锅 暴雪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